OK 我們就今次開始講 這個認識人深層的問題 應該三堂的左右 講到人深層的問題 我們都反思我們裏面的問題 讓我們能夠更加被神清潔 清理裏面那些不好的東西 讓我們能夠經常都開開心心 為甚麼人那麼容易受傷害呢? 因為裏面很多自卑 很多以往的傷害在裏面 有時人們一激一激我們 我們就覺得一定不想見那個人 一定覺得有些傷害 因為我們裏面積存了很多傷害 但如果我們裏面很安全的時候 就算有人傷害我,不重要 因為我始終是寶貴 他傷不傷害我,我也是寶貴的 我們就不受影響了 所以這個內心清理是非常之重要的 《仰漢福音》二章二十四節 就說到耶穌 他知道人的問題 他怎樣處理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 因為他知道萬人 也不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 因他知道人心裡所存的 這裡就說到 耶穌沒有將自己交託給人 所以他不會將自己的生命交託給人 有一次在一個婚言的時候 瑪利亞就跟他說他們不要離開 耶穌說的話 其實是中文婚語就是母親 但原文是婦人 你與我何干? 這句話很多人來講 真的覺得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是以神的身份 瑪利亞是一個人的身份 他就想叫耶穌做甚麼? 耶穌就說 其實我有我可以做的事 你不需要告訴我我何時做甚麼 在很多人來講 他覺得很不禮貌 為何會這樣呢? 但耶穌因為他是知道他要做甚麼 天父有了計劃 是沒有人能夠掌管他要做的事 所以他是完全將自己交託給神 這個祈禱的圖畫 就是赫西瑪利元的祈禱 後面那個就是赫西瑪利元的 那些無花果樹 不是無花果樹 是橄欖樹 是很多的 很長命的橄欖樹 我們去到也看到有橄欖樹 很多不知道是一千年 那些長的年份的那些壽命 耶穌就在赫西瑪利元祈禱 他將自己交託給神 我也希望大家說 我們將自己的生命交託給神 我們知道我們內心裡所存 有很多不好的事 其實很難全部清理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天天清理 有些甚麼就是天天清理 我講出七樣 可能我遲些又再找到更多 但今次不是講七樣 今次講三樣而已 第一就是人的罪性 然後人的信念 以及他的價值觀 就是說人有時信 覺得人要看重我 人不看重我 人不關心我 即是他錯 即是我沒有價值 即是我是沒有用的 有時人就會這樣 別人傷害我 就是他很壞 我又沒有用 這樣就會有這些信念 價值觀就覺得 譬如很多人受捆綁的價值觀 就是一定要結婚 不結婚我就沒有價值 尤其是到多少歲 就一定要結婚 或者一定要有錢有成功 這個是一個價值觀 控制的人 而不是神的價值觀 我們每個人都有價值觀 不過是人的價值觀 還是神的價值觀 然後自卑感 人自卑就越容易自誇 越容易自己要厲害給別人看 不可以壞給別人看 其實有時聽到人說 我不可以壞給你看 其實原因是 因為他覺得自己很壞 所以他不可以壞給你看 我壞也好 不要讓你看到 所以他就用方法撐住自己 以及好勝 要拗贏 拗贏人的 譬如有時幾個男人在一起說話 就很容易拗勁的 就是拗勁 誰對一點 這個又說我對一點 第二個我對一點 大家如果上網的群組 WhatsApp群組 你就會看到很多人在拗勁 其實有時是不需要拗勁的 但為甚麼要拗勁呢 因為他要證明自己對一點 第四就是潛意識 以往的傷害 不開心的進入深層 那個傷害和情緒 變了影響我們的情緒 以及我們的習慣 這些潛意識就會影響我們的習慣 亦都會造成一些癮 就要在那些做的事都得到滿足 這裏其中一些我們會講到的內心世界 好 第一就是講到人的罪性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三章二十三節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耶利米書十七章九節 人心比萬物都鬼詐 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那這個經文呢 有很多人說 是不信耶穌的人很多罪 信耶穌的人已經少了很多罪了 的確是的 不過罪性依然在這裏 當有些利益衝突的時候 那些裡面的罪又會走出來 很簡單 就算兩個人侍奉 我不是講到我們這裏 可能我們都會有都未定 在某個地方有兩個人侍奉 那一個不抵得對方做的事 或者我要比他更厲害 那他就會在這個過程中 就會露出一些憤怒 一些不喜歡 或者貶低對方 就是因為他裡面有這種罪性 罪性是會隨時走出來的 我們任何時間都會走出來的 譬如說 有些東西我們想得到 但是得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生氣了 就會在一些不適合的情況 或者對一個無關的人發怒 都是一些裡面深藏了的罪 那些罪就會走出來 或者看到一個人不喜歡 我們看到他 覺得他好像看不過眼 覺得他這個人真的不好 就會刻意去頂撞 那我自己在網上的群組 有一個群組我自己開的 那我就發覺有一個問題 就是首先有些人做一些不合宜 先不合宜 那另外有人指責他 但是指責他的時候 又加上一些判斷 就是第一個人有對人的批判 他批判他 那另外的人又批判他 又會指責他 說他什麼不好 然後這個人又說他受傷害 他很不開心 那其實在過程中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人就會說別人錯 當別人回應 就說你自己有錯 又說你什麼不好 因為人很多時候說的時候 就加上一些說話 就說你的動機不好 你做一些不好的事 你生命有問題 其實不需要多加這些說話 他只是說出 有這件事要做 你不要這樣做 其實已經夠了 但是就會往往加上一些說話 一些標籤 就是說你沒有遵守規則 你自己就不理別人 你自己堅持己見 那就加多很多這些說話 其實這些說話是不需要加的 我們只是告訴他 我們不要這樣做好不好 我們這樣做 對於群組都不是好的 就這樣說出一個客觀事實 不過往往很多時候都未必是這樣 就會說多了一些心裡面的憤怒 然後那個人又受傷 受傷又反彈了 又反攻了 反攻了 另外一個又反攻了 所以我要截停他們 說夠了 麻煩不要繼續 我都跟他們通電話去幫助他們 我看得到他們是有受傷害的 其實做錯事又會受傷害的 其實我不是 我講這個例子 只是告訴大家 人都是有罪性 在我們說話的時候 往往都會有這些問題 譬如夫妻相處 很多時候就會說到對方有什麼不好的時候 就說 你經常都是這樣 這句說話 對方聽得很生氣的 很生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 一定聽過 我相信 這裡沒有人 沒有聽過 有沒有人沒有聽過這句說話 有沒有試過沒有人跟你說 你經常都是這樣 以前都是這樣 你經常都是這樣 這句說話 我們總是會有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就加重一件事 譬如今次 他不記得什麼 他不記得 提他 叫他帶 或者叫他做 已經足夠了 但加上一句 你經常都是這樣 這句說話 他就覺得 我要更加令你深刻覺得你是有錯 不過說話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對方的感受 其實也有一些報復的心態 或者是想教導他 不過教導得來很強烈 很… 即是有一種尖銳 有一種刺他的心態 這樣的時候 對方就會反彈 你就是這樣 這樣又反彈了 我已經改了你 又看不到 這個全部都是自慰 即是說他有自卑感 受傷害了 於是他又會 要證明我比你更厲害 我不是那麼差的 這些事情 都在人的罪惡裡顯露出來 我們有時看新聞都看到 那些家庭 剛剛看新聞 大家應該看到 那個無特兒被殺死 那麼… 實際情況我們不知道 那個過程發生什麼事 我們不知道 但是就是人的那個貪念 那麼也都可能… 可能…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 可能在過程中就吵架 一吵的時候吵得緊要 對方就把他打死 即是否真的從頭到尾 初頭想殺死他 我覺得未必是的 是可能在過程中 就一路越來越爭吵得緊要 接著可能說句話 就說 你整天都是貪責那些錢 你整天都做這些事情 那麼對方就生氣了 一拳打鬧 怎麼知道整個跌了在地上 可能… 之類… 有時候人的問題 就是由一次的憤怒 一次的報復 就造成很多問題了 所以我們都希望大家 留意自己的罪 那麼… 很重要很健康的心態是什麼呢? 我知道我有罪 我知道我會爆發的 我知道我在某些情況之下 會爆發的 譬如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 譬如有時候 我太太都會告訴我 有些地方我需要改善 那麼當我聽到改善的時候 是有不同的感覺走出來的 第一種感覺就是 覺得… 醜怪了 又做錯了 第二種感覺 又不太喜歡 那麼… 如果按照肉體 我就會說… 反駁 但我又會告訴自己 他告訴我其實是恩典來的 他提到我是恩典來的 那我就去說服自己 去告訴他 多謝你告訴我 那這個呢… 有時是… 要屈服自己的 說對不起… 多謝你… 兩句說話 一個是對不起 一個是謝謝你 給我聽 但是很多人說不出口 因為為什麼呢? 裡面有一種… 吉利古魯的氣 有一種很猛的氣 那處理生命是怎樣呢? 我是有錯的 我就承認 而且就算那個人有… 說話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說話 有些態度不好也好 我都不需要強烈反應的 我可以輕鬆地面對 輕鬆地處理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 很正面 很… 平安 不被人影響的心態去處理 這個是很健康的 但是人往往呢… 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裡面有罪性 那罪性有些鼓噪 有些憤怒 有些… 很想… 罵他 傷害他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很想做回這些事情 當我們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就是 我們會處理 處理 求主赦免和加力 我們就會成長了 但是往往很多人是不會的 其實另外也都… 其實這個禮拜 我在群組之中 都… 另一個群組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也都… 令到我覺得 人真的有很多很多問題 那… 就… 我不說那個細節 我只是說一件事 在… 就是有些人 他們攻擊一個人 那那個人是真的… 這個A軍 真的有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不過… 當這個人做得不好的時候 另外一些人呢 又用了一個花名來… 給他的花名 那… A軍做是錯多很多的… 多很多的… 不過其他人呢 又跟著又給他一個花名 是他不喜歡 他說明我不喜歡這個花名 不喜歡 因為那個花名是用來笑他的 他就不喜歡 但是那些人是要說 那… 他們就說 A軍你先錯 你錯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就… 就是我… 後來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說一句 我們… 就算他錯也好 我們呢… 跟他講這個花名 都是不對的 那麼… 他們就很大反應了 第一反應 你幫他 我說我沒有幫他 我說他錯很多啊 我說他錯很多啊 我說他錯很多 但是為什麼他會說我幫他呢 因為他覺得 我說出他的錯呢 就是幫對方 我沒有幫對方 我是說他錯 不過呢 他錯也好 我們不要去這樣做 那這個就是人的那種憤怒 那… 也來回了很多次 那… 說來講去 他說我呢 你要幫他 你又不看到他的問題 我說我看到他的問題 我也是受害者 因為我被他害過 那… 但是呢 在我心裡 我依然跟這個A軍說話的時候 我依然是溫和的 我依然勸他 我說你這樣做法呢 你會招聚很多敵人的 這個又是一個心態 就是… 招聚敵人 惹怒人 那…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多問題 為什麼會打仗呢 就是… 其實… 跟人打架一樣的 跟人吵架一樣的 不過他就大規模 整個國家去打 就造成很多問題 就是… 人的貪心 人的控制 人的憤怒 人的不喜歡人 人的看小人 這些問題 那麼… 作為基督徒 我們有多敏感罪呢 我在我信耶穌之後 沒多久 我就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我犯罪 覺得不舒服 我就跟一個同學說 因為那時候 我也未清楚認識耶穌 就是我開始認識 我就跟一個同學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 我犯罪覺得很不舒服 他說這就是聖靈工作 我就第一次知道這件事 就是… 他也沒有詳細解釋 只有一句 這個是聖靈工作 就沒有解釋 聖靈提醒你 知罪了 那你就悔改 你求主赦免你就改過了 他沒有這樣解釋下去 他只是說一句 就令到我開始敏感到 原來我們… 聖靈會內住在裡面 是會跟我們說話的 我開始就留意到罪 而我發覺呢 在我人生中 真的有很多次聖靈提醒我 但我沒有聽話 我是… 即是… 是很多次 我相信我們個個都很多次 那我現在一個很大的覺醒 就是1998年 我四年充滿的時候 就是… 人有事真是很特別的 就是… 很大的經歷 很特別的情況之下 才會很大的覺醒 那當然有些人 他不用這個經歷 都能夠覺醒 最好 那時候我就看到 原來神可以怎樣大大用我 怎樣可以祝福人 那我就很刻意地 很想處理生命 其實呢 那個原因呢 當時來講 是因為我想幫到更多人 其實這個不是最正確的原因 這個只是說 我想的事奉更加好 幫到更多人 不過這個都是好的 開始 但是呢 我慢慢的動力就變了 就變了是什麼呢 神這麼好 我不想令祂不開心 我想我彰顯神的榮耀 我想整個生命都榮耀神 我不想任何東西影響我的生命 就是我起初呢 就為了更有聖靈的能力 所以我要處理罪 但在過程中呢 其實我一樣發現 我自己一樣 其實到今天為止 我都發現 罪是會爬出來的 罪是會自己 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會走出來的 那所以如果我們想給神用 還有呢 這個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我想榮耀神 神這麼好 我想整個生命都榮耀神 整個生命都彰顯神的榮耀 被人看到神的美善 也都不會令到神不歡喜 這個動力是最好的 就是因為愛神的緣故 所以我處理生命 那當我們有罪的意念的時候 那很多人呢 就會用藉口的 就是譬如有時候 告訴他們 譬如在我群組那裡 我告訴他們 我說你們都不要叫他發名 但是呢 他就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他們不是基督徒 我初來以為 那個群組是有很多基督徒的 原來他們不是基督徒 那他就很生氣 因為他呢 他因為沒有這個生命 所以他會很憤怒 不過我想說呢 基督徒一樣會很憤怒 基督徒被人指出罪的時候 都會很憤怒 那麼我們求主幫助我們了 有人指出我們罪的時候 我們都謙卑的接受 並且呢就說 神啊我知道我有罪 我需要改過 求主卸滅我 洗淨我的罪 並且憎恨罪 很重要就是憎恨罪 罪是很大的破壞性 罪破壞我比一切更加大 那我就憎恨罪 一有罪的意念 很重要就是一有罪的意念 立刻處理 譬如有時 我在心中 會想一些不好的事 我立刻處理 即是告訴自己 不要想這件事 不要看小人 不要想一些負面的事 但我發覺是會彈出來的 不過我可以說 現在比以前人少了很多 越親近神越少 不過一樣有 這是一個事實 這裡有沒有一個人 一天都沒有一些罪的意念 有沒有 我們總有一些 問題就是我們處理得很快 即是沒有人是沒有罪 直到我們去天堂那天 我們才是沒有罪的 我們就知道自己有罪 但不代表我就 有些罪在那裡 我知道有罪 一出現我立刻處理 這個就是聖過罪的鑰匙 所以我們明白 內心世界第一步明白 就是我們的罪性 從我們的罪性 了解人的罪性 也知道為什麼它會反彈 為什麼我說這句話會反彈 這件事我們需要學習的 我很感謝我太太 有時提醒我的 她說 她在這個情況 她都聽不入耳 你再說什麼用呢 我沒有想到 她都聽不入耳 我還是想說 她根本聽不入耳 因為她的心裡 她的驕傲 強硬 她不接受到 我要明白我的罪性 我也要明白她的罪性 就是有智慧 怎樣去處理是最好的 而往往很多時候 處理的方法 可能是用柔和的方法 用愛心 能夠從她的角度去想 然後這樣去幫助她 她更加容易悔改 所以求主幫我們 醒察我們的內心 大家反思一下 你一日之中 由今早到現在 你有多少不好的意念 不開心的意念 和有些人覺得很猛爭 或者覺得自己沒有用 其實有時候 我們的罪意念 有時候是對人 有時候是對自己 都是不開心的 就是 愁愁悶悶 也沒有什麼大事 不過 心裡是有一種悶的感覺 沒有什麼開心的感覺 我自己發覺 我也會有這種情況 我就教自己 我叫自己 我發覺自己有些問題 我就會糾正自己 怎樣呢 我就說 看看周圍的人多好 看看我太太多好 看看周圍的頂子妹多好 看看神給我的機會多好 看看神給我的教導多好 我感激神 我可以開心的 那我就教自己 將自己從那些負面的感覺 負面的情緒拉出來 用一個例子 我打網球 應該是開心的 但我往往就是 哎呀 這球又打不好了 這球又打壞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無論你想做什麼都好 或者唱歌 哎呀 唱得不好 哎呀 又不適合時間 唱歌的音又不好了 我們總是會有這些思想出現 思想出現 之後就有些不好的情緒 不好的情緒 有時候一下子處理了 那就沒問題了 但有時候就會繼續下去了 哎呀 都是沒什麼用的了 哎呀 這樣侍奉 都是沒什麼果效的了 我都是做得不好的 都是沒什麼人喜歡我了 這些就是罪了 就是一路一路的持續的反應 一路持續的負面的反應 我也希望大家反思一下 大家都可以呢 可以用日記的方法 將你一些的罪寫出來 神啊 我發現我有這個問題 然後我後來我有沒有改呢 有沒有留意自己去改呢 做自己的教練 做自己的教練 自己好像兩個人 為什麼兩個人呢 這個是我 這個又是我 我做我的教練 我今天發脾氣 那這個教練就說 為什麼我發脾氣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受傷害 覺得他說話不公平 於是就懵得了 於是我發脾氣了 我就做自己的教練 我就告訴自己 這次為什麼你發脾氣呢 因為你覺得 那個人說的說話 惹怒你 所以你就會反彈 那我就告訴自己 既然是這樣 我下一次可以怎樣做呢 我想回那件事 我需要不需要道歉呢 我怎樣處理呢 做回自己的教練 做回自己的教練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想一想 你有沒有做自己的教練呢 這件事是很刻意的 為什麼呢 有些人是沒有做教練的 就是怎樣呢 他生氣就是罵 不是他不好 當然是罵他 當然是罵他 說給別人聽他怎樣 或者我會生氣他 就這樣順其自然下去 他不會做教練 我都是生氣得不對 我為什麼要這樣罵他呢 我這樣罵他也沒有什麼益處 有些人是不會這樣跟自己說話的 他只是說我繼續生氣下去 你壞我就罵你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不一定是對的 他是順著他的情慾 他是沒有做自己的教練 沒有做自己的教練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裡有幾個人 你是有做自己的教練 即是你會跟自己說話 你會說我這次做得不對 我需要改 我發覺我自己原來有這個問題 我又沒有處理到 我現在需要處理 有幾個人有的 請你舉手 OK 好 多謝 我希望大家都留意 開始學習 做教練的心態 一會兒在小組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 應用一下 怎樣做自己的教練 當自己在想發脾氣 自己在生氣人 自己做了些不對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自己的教練 幫自己脫離那個罪 脫離那個困綁 那你就能夠成長了 好了 我們處理罪 要明白一點 就是不愛神 和不遵從神 得到什麼的後果 我們一起讀下面三段經文 加勒太書六章八節 信著情慾殺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這個講到就是信著情慾殺種必從情慾收敗壞 就是說我們信著自己的衝動 憤怒 或者自己的慾念 一直信著自己的慾念去做的時候 就一定收敗壞 我曾經看過一套電影 就講一個人開貨車的 他就被人欺負 那他就是要運一些很多的水果 從一個州運到另一個州 很遠路的車程 他運到很遠路 當他運到去的時候 那些人開箱發覺 全部裡面是爛的水果 那些人就是 那些人弄壞他 直接是傷害他 放在很多爛的水果裡面 然後當他運到很遠很遠路之後 發覺完全運的是垃圾 那他收的是什麼呢 是敗壞 他是被人欺負 我講到就是 我們信著情慾殺種 即是我們信著情慾殺種 你有一天去到天堂的時候 神啊我帶了一大貨車來了 麻煩你開箱看看 神啊開箱看看 咦 爛蘋果爛 爛橙什麼都爛了 哇 其實都真是 空手而回 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 那我們的生命 到底有沒有一些 那麼多不好的東西在裡面 以致我們所做的一切 收回敗壞呢 那這件事是很慘的 真的很慘 所以耶穌說到 如果人呢 聽了耶穌的話 不去做 就好像人呢 將一間屋建在沙土上 當雨林水沖風吹的時候 這個屋就倒塌 並且倒塌得怎麼樣 很大 很大 全間屋全部倒塌 譬如 它建在一半石一半沙 那它倒塌了一半 都會剩下的 其實倒塌一半已經很難了 這個其實也有一個寓意的 就是倒塌一半 譬如家屋一半是沙一半石 倒塌一半的時候 譬如家庭破壞 或者它情緒破壞和人關係不好 就算有些事 它傳了很多福音 帶了很多人信耶穌 不過它生命破壞的時候 是打了很大的折扣 那個折扣 譬如它一半的敗壞 未必是一半的破壞 有時是大部分的破壞 譬如有個人 他很熱心傳道 但是他裡面很多罪的時候 他和人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他傷了很多人的心 的時候 他收的是很多的敗壞 雖然他犯罪是一半 但是他受的傷害可能是百分之九十 或者更多都未定 而當一個人全然是沒有遵從神 有罪有得他 很容易發脾氣 其實我們自己可以審查自己 我們容不容得發脾氣 容不容得生氣 容不容得生氣 容不容得說負面的說話 容不容得被人擊傷 反彈 在他裡面激氣、怒吵、猛爭 如果當我們有這個情況 已經是需要處理的 有些人說怎麼處理呢 處理方法就是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是很重要的 人們拿不走我的禮物 有爺爺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神會給我 所以他怎樣罵我 怎樣傷害我都不重要 所以我在這個禮拜 我發現那些群組的人很敏感 別人說出他的錯 說出那個人 又說得很多 加上一些 你怎樣不好 怎樣壞 有些攻擊的說話 這個人又反彈 又說他受傷害 其實就 個個都在犯罪 其實個個都犯罪 這個就是人的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原來情慾殺 順著情慾殺種 就收敗壞 有一天去到天上 我們獻陳給神 每一個人獻陳給神 神就說你一生有什麼果子 跟著看到傳媒爛爛生果 什麼都是爛的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哇 我用了很多心機 我用了很多心機幫人 很多心機真的去學聖經 不過學得來又懶惰 跟人幫人相處的時候 又懶惰 又激氣怒嘈 又看不起人 又受傷害 跟著又傷害人 那時候結果是收敗壞 所以求主幫我們審察 原來人犯罪 自己收回的惡果 所以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人犯罪 我們不要拿屎上身 因為拿屎上身 他就把他的敗壞放在我身上 他發脾氣是他的問題 我用柔和的心去問他 我可以做些什麼 有些什麼你想做 有些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我們這樣柔和 他就不受影響 但有些人說 怎麼可以的 好像他這樣 這麼殘忌 說話這麼慢不講理 我怎麼可以這樣 這麼溫和和他講話 那方法就是什麼呢 在裡面很有安全感 經常在神的同在 他說什麼 我立即分辨 這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激氣 不用怒吵 他的問題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拿屎上身 我不用拿上身 我拿上身 我就是自己受害 我不要做受害人 被人罵 不一定是受害人的 受害人是被人罵完之後 自己發脾氣 然後自己犯罪 那就是受害人 即是他真的害到我了 但是他罵我 我又不介意的時候 我就不是受害人了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審查我們的內心 有多少樣的情慾 因為這也是我們成長的一步 很重要的 你可以有一本熟靈的日記 寫下 我今天 哪個人跟我說話 我就發脾氣了 那分辨 為什麼我會發脾氣呢 可能你會說 是他罵我 是他的情緒不好 他講的說話 不是說你 到底我自己有沒有一些原因 令到我 有這種反應呢 那我們自己就反思了 原來我有這件事 容易敏感的 那我留意到了 於是我下一次 我就留意了 當有人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我怎樣不讓他影響 而有些人真的不好 他真的說話 經常會傷害 那我又怎樣不讓他影響 就算他是不對 但是他傷害我 然後我就很生氣 見到人就罵 見到東西就踢 有時候會這樣 有些漫畫 爸爸就罵媽媽 媽媽就罵兒子 兒子就用玩具 一腳踢了他走 就是他可以發洩的對象 就是人家傷害我們 於是我們又傷害人 這樣的時候 我們變成受害人 就受了傷害了 而一生如果都是一種 憤怒情緒 不開心的影響 整個人的生命就有破壞了 但是如果我們說 不要緊的 我是很寶貴的 我是很重要的 他罵我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可以用平和的心回應 那耶穌就拍掌了 耶穌說你做得很好 你今次做得很好 你很平和 你不給他影響 你深信我愛你 你深信你生命很寶貴 你深信 垃圾不用吃的 那耶穌就會讚你 你就進步了 那你在天上 你獻給神的時候 哇 不是爛蘋果 是金銀寶石 是很美麗的 是傳到永遠 傳到永遠 你所有為神而做的事 是傳到永遠 我又講一講奉獻 譬如兩個人同樣奉獻這麼多 譬如兩個人同樣這麼多入息 同樣奉獻這麼多 好了 但一個奉獻的時候 有很多負面的想法 很多不開心的情緒 很多負面的事 但另一個人就說 神啊你給我很多禮物 我就很開心奉獻給你 我很開心 我全心讚美神 感謝神 兩個人同樣的入息 他奉獻的都是同樣的比例的數目 但一個人呢 他所奉獻的可能是草木和佳 因為他的生命是很破碎 很多憤怒 很多不開心 很多罪 但另一個人呢 他很歡喜快樂 他所奉獻的神喜悅 那些就是金銀寶石 同樣是同樣的數目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獻上最好的 或者傳福音 兩個人都可以這麼努力 傳福音 不過一個人就為了要爭面子 你帶了這麼多人信耶穌 我要我的小組更多人信耶穌 我要更加努力 那是一種競爭的心態 但另一個只是說 我想祝福人 我就是看到人 我就想關心 我就看到神的美善 我就想祝福 那這個人呢 他裡面就有美善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就是說我們心裡傳的是善 裡面就發出善來 那你說 我的糧事不夠多 那怎麼辦呢 兩個醫治方法 神的話語和神的同在 有神的話語 時事裝滿神的話語 神幾美好 我很喜歡神的話語 我很喜歡思想神的話語 神是很美善的 就夜思想神的話語 就好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 神的話語是叫人 結出生命的果子 還有耶穌的同在 我常在耶穌裡面 耶穌在常愛裡面 我就會結出果子了 在讚美神愛慕神的時候 有神的話語思想的時候 我們自然結出的都是好的果子 那你所結出的 就會是美善平安 興省喜樂 就不是垃圾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反思我們的生命 第二就是 約翰福有五章十四節 不要再犯罪恐怕 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這個就講到 直接就是說 犯罪的時候 雖然他求耶穌赦面 但可以有遭遇得更加厲害 譬如有些人 他犯的罪 就經常被人罵 有些人真的 在這個星期 我見到那些人 在群組上相處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人 他真的經常被人罵 他經常被罵人 他要比人更厲害 那就不斷罵人 但他罵人的時候 那些人又很生氣 於是又反罵他 其實真的活得很不開心 他一定有敗壞 他整個生命就敗壞了 所以我們說 我們犯罪 自己遭遇得更加厲害 我被人影響 我自己遭遇得更加厲害 那我何必呢 何必這樣呢 雅各書二章十七節 就講到 信心無行為就是死的 有些人信耶穌 但是生命沒有改變 是死的 即他沒有結出仁義的果子 沒有結出平安喜樂 祝福人的果子的時候 他的生命是不好的 德聖五部曲 就是留意 紅色字大家留意 第一就是留意罪 第二就是他的破壞性 第三是聖經觀念 聖經教我做甚麼呢 第四是祈禱求主赦免和給力量 第五是我選擇 我是多次選擇的 多次選擇 有時我太太提醒的事情 我選擇去聽他的說話 我選擇告訴他 多謝你 我選擇 我自動未必會這樣做 我是選擇告訴他 我選擇說對不起 這個是我選擇 有時有些人相處 我會選擇說對不起 這個就是我選擇 或者有些不好的意念 我立即選擇放下那些罪的意念 即是說我不再做這件事 不再想這件事 我又再調查一下大家 有多少個人 你發覺你的生命是有刻意選擇 遵從神或者處理生命的 總之發覺有些事情不對勁 然後你會刻意去選擇 有多少個有這個情況 OK 好 感謝主 我希望大家持續去做 並且做得更多 並且自己做慣 可以幫助人 怎樣幫助人呢 就是說 我都試過這樣的 我都試過這樣的 我給那些人影響 後來我發覺破壞性很大 影響我沒有喜樂 沒有平安 於是我就刻意處理 我刻意處理 我發覺我可以得勝 以及我可以喜樂 可以有力量 有喜樂 有力量 有平安 何主幫我們 這個德性五部曲 可以處理任何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人際關係 任何的問題都可以處理 我們嘗試記得這幾個 一起讀一讀 是嗎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觀念 祈禱 選擇 我希望大家刻意去選擇 我們今天就發覺 我講了一點 我們就 講了一點 就是停留這一點 我們一會兒就 討論應用的時候 就是討論 就是說 我們怎樣 有時有些罪的意念 我們這個就是一個 在靈命上幫助人 就是說 我跳下來給大家看 這個經文就是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人心比萬物都鬼詐 滑到極處碎能 適透人是很鬼詐 就是會用一些方法 有些惡人 就正是搶錢的那種鬼詐 但是 基督徒也有一種鬼詐是什麼 想聰明給人看 做得好 讓人讚他 做得好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 好像故意想人知道 去讚他 想得到人的認同 人的認同不是錯的 不過追求人的認同就是錯的 我曾經聽過一個人 一個傳道人 他生日的時候 他發出一些指給教友 他說 你就寫 你有什麼感謝我的地方 其實人們感謝他是對的 應該的 不過當他追求這件事的時候 他的心就變成 追求人的讚賞 就算我們沒有這樣做 但有時候我們都想人家會這樣做 那我們就學習 學習 學習就是 不用追求人的讚賞 即使有人讚賞的時候 我們會多謝他 我們真心說 多謝神 你改變我 多謝神 真心就不是說 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今天有人讚我 真的好得不得了 不是 好像靠這些讚賞來得力 得力沒有問題的 因為人讚賞你 你開心沒有問題 這個不是錯的 不過不要靠這個讚賞 因為靠讚賞的時候 當人不讚賞的時候 就不開心了 好了 這個都是人的鬼詐的 其中一方面 不要再犯罪恐怕 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那些討論問題 可以是這樣 可以有其他的 人的罪 如何影響他的思想 信念 言語 行為 罪有什麼破壞性呢 人的罪 會如何影響他的想法 對人的想法 對自己的想法 他的信念 覺得人的說話 是什麼 有沒有價值 覺得自己的價值 他的說話 會怎樣 他的行為會怎樣 都會在 他的言語行為顯露出來 其實我們想明白 人的罪 就是明白我們自己的罪 先 我們就會明白人的罪 多些 然後第二個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處理 罪的意念 叫罪的意念 不會變成為 罪的行動 這就是刻意選擇 還有做自己的教練 這兩點 待會大家討論一下 怎樣做自己的教練 和自己選擇 當我明知道被人影響的時候 我去選擇 我們今天就 只是說這一點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我們都在神面前 醒察我們的內心 我們有多少給自己的罪 控制自己 給自己的罪 令到自己去生氣 有些人還在生氣 我們就求主 射臉我們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聖結的 神就是光 在你裏面毫無黑暗 多謝天父 神就是光 天堂是沒有黑暗的 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黑暗 真的非常美好 但是在世上的時候 我們仍然有罪聖情 所以我們生命裏面 仍然有黑暗 但是我們可以盡快處理 盡快讓耶穌的同在 耶穌的話語改變我們 讓我們的心 充滿神的平安 起落 我們的心 整個心就平安 就有力量了 和主詩恩 醒察我們的內心 我們有沒有被什麼罪影響 有沒有被一些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行為影響 我們的說話有沒有事 有沒有冒犯人 我們會冒犯人 因為我們的內心 是有些什麼情緒在裡面 有些什麼負面的思想在裡面 求主醒察我們的內心 多謝天父 神你真好 在這一陣子 我們有一小小的安靜時間 讓我們反省一下 我們覺得我們最容易犯的罪是什麼 又在這一陣子 我們求主幫我們處理 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耶穌不單止 射滅我們的罪 耶穌還參與聖靈 在我們心裡面提醒我們 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罪 是會帶來破壞性 會破壞我們整個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就留意我們的罪 留意到我們知道有破壞性 我們就需要親近神得力 順從聖經去刻意處理 求主幫助我們在這件事上 得勝猶豫 靠著耶穌得勝猶豫 榮耀神 能夠在我們的言語行為 榮耀神 多謝天父 神你真好 神你的聖結 真是很美麗的 多謝天父 神的聖結 是很美麗的 當我們有神的聖結 我們整個生命就彰顯出神的榮耀 求主賜給我們的同在 賜給我們的聖結 讓我們榮耀你的聖命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耶穌真好 多謝天父 祈禱奉著耶穌聖命 阿門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好 我們就會分組 我再提一提 我們可以討論這幾處經文 並說到 我們會跟捷律 沒想到 一句 事情 保鎮 有也 有 我們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